大家好,我是澳组的组长,然后我们组讨论了一下,就是有几位同学诗聊了一下,就是对缓存会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今天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缓存技术的一些问题。 然后首先看第一张图的话,我是从我们这本书截图的,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是计算机的一个硬件组成,就是计算机简单来说的话,就分为输入输出,然后一个是计算,然后计算以外的话会有一个存储的一个东西,然后存储的话会分为内存跟磁盘,然后这个是计算机的一个基本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就只看存储的部分,然后存储的话会有分为好多类,但是主要的话我们可以简单分为啥类? 第一类的话就是一个静态的一个LAN,是SRAM这种是静态的一个存储,然后这种的话它是比较贵的一个存储,所以一般是用来作为CPU的一个L的CPU存储,就L123三层的一个 缓存,然后下一层的是那个动态的论,动态论的话比静态的稍微会便宜很多,然后它的存储的主要的用途就是要来作为内存,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有磁盘跟硬盘,然后磁盘硬盘,我们就不讨论里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实现或者一些介质。 然后我们想引出来的一个话题的话就是说,计算机的话它有不同的缓存,有不同材料组成,然后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越快的缓存它是越贵的,越贵的话很简单就是,由于经济或者说成本问题,我们无法把它做得很大,所以天然会形成一个分级的一个缓存架构。 然后这个是我右边写的一个两个原则的,第一个就是越贵的越快的它越贵,所以我们一般是使用比较大的缓存,一般就会比较慢,这个很容易理解。 然后第二个一个原则就是跟我后面讲的东西会相关的,就是说中间的那个动态的Rand,就内存的部分,它是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是意识性的,就只要一断电,然后里面内容就会消失。 然后这个是两个大的前提,然后下面我想以一个web服务来切入,就是如果大家做web开发的话,也知道就里面会有很多种内容,但是简单的抽象的话,就是应该是就是前后端,然后前后端的话,后面的服务端的话会一般是,服务端它肯定会挂一些存储的一些部分,然后常见的,比如说Mashql,然后Mashql这个数据孔,然后前端的话,其实有很多种, 不管是浏览器或者说客户端或者H5的一些页面,然后它总的来说就是做一些数据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请求,然后做数据的一个渲染的一个东西,然后服务端的话就是数据的一个处理跟数据存储,然后存储就存储到Mashql,然后这个是常见的一个架构,但是一般的话会加一个那个Redis,类似这样的一个缓存的一个组件,然后这个的作用其实大家也很清楚,就是说, 对Mashql这种级别的一个存储来说的话,然后如果KPS大到一定程度的话,会就是,一般大家做过Web开发的话会发现,就是Web很多那个turnout就是很多,比如说发现请求变慢了,然后去查的话,很多都是发现是, 无端跟DB的一个中间的一个请求,然后导致了一个,比如说DB,它那边出现慢差使用,或者说出现其他的一个连接的超时的现象,然后导致服务的一个不可用,然后后面的话,如果KPS达到一定程度的话,一般都会引入这样的一个组件, 不管是Mapcache或者Redis这样的一个缓存数据库,然后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话,就会引出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Redis跟Mapcache这种缓存更新的时候,它有怎么样去更新它,就简单的话,如果大家参加面试的话,是后台参加面试的话,应该,面试官肯定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比如你用Redis的话,然后你用Mashcode的话,它会问你说,你Redis跟Mashcode,你的是怎么样去更新的,这个数据更新的一个情况,然后常规的话,缓存更新的策略,可以分为好几种,比如第一种的话,英文叫CacheAside,这个是大家最常见的一个缓存更新的策略,就是说,你的服务端里面的程序,去负责这个全部的缓存的一个更新,然后比如说,你请求,前端请求一个数据的时候, 发现它是不在这个DB,不在Mashcode里面的话,这个就是所谓的请求不命中,不命中的情况的话,这个数据,不在那个Redis,我说错了,就不断,服务端是先从Redis去请求,然后不在的话,它会,反而不命中的话,它会去Mashcode这边去,去拿到数据,拿到数据以后,一个是返回给前端,另一个是往这个Redis里面去写一份缓存,然后下一次请求同样的一个数据的话,就从Redis这个缓存,缓存层就可以拿到, 拿到这个数据会,就起到了这个Redis的一个加速作用,然后更新的情况的话,也是一样,就是服务端这边,说到一个更新的一个请求的话,它会先去更新这个Mashcode的一个策略, 然后这个就有两种,一种是更新那个缓存,然后另一种是先更新Mashcode,然后一般更新的话是怎么做的,就是说,这个cash aside的话,就是先去,它会先去更新Mashcode, 然后另一个动作就是,更新Mashcode成功了以后,它会把Redis里面的缓存数据,使它失效,就把它删了,然后这个是标准的一个做法,然后后面就,我们就产生两个疑问, 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我们不更新Mashcode,就是先更新Redis的话,再更新Mashcode会有什么问题,这个的话,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比如说,我这边有很多个,很多个县程,或者说这边有很多个请求的话, 然后其中有一个请求,它直接去更新了一个Redis,然后另一个,就是更新了Redis以后,然后另一个缓存去更新Mashcode,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就是说,这个不一致的情况的话,就是Mashcode这边,如果,我想想一下,就是, Mashcode这边更新,有一个查询的话,就是有一个查询,然后,有一个更新,有一个查询,就假如说有这两条的话,然后这个更新,先去更新了Mashcode,然后,另一个查询的话,也是查到了旧的数据, 然后,然后Mashcode更新,Redis更新,成功了以后,它再去更新Mashcode的话,然后, 我突然理不清了,就是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这个结论的话,到时候我再去,再发一下吧,这个结论的话,就是说会,先更新Redis的情况,会发现,数据不一致的情况, 然后,另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这种做法,常规的做法,就是先更新Mashcode以后,然后,它去使Redis的这个数据去失效,就是,而不是直接去更新Redis,这个做法的话,就是,让Redis里面数据失效了以后,然后,下一次请求的时候,不断去请求Redis,发现,这个缓存不命中,然后,去走常规的,这个缓存更新的一个动作, 然后,下一个,另一种的话,就是说,Redis,这种,缓存更新策略的话,它的一个,改变的一个点,就是说,第一种的时候,它都是服务端里面的一个程序,去做, Mashcode跟Redis,两方面的一个更新,跟,就,缓存更新,跟失效的动作,然后,这个,缓存更新策略的话,它就是, 让服务端的这个程序,它,去比较纯粹一点,它只需要去,更新这个Redis,就更新缓存的这一部分, 然后,这里面这个策略,可能不适用于Redis这种情况,但是,它的一个原则,就是说,让服务端里面的程序, 它只去,去操作这个缓存的部分,然后,它缓存里面,比如说,这个Red这个部分的话, 它如果去,缓存里面去读的话,发现这个缓存不命中的情况,然后,这个缓存, 常规的,就第一种的话,是,这个应用程序,服务端里面应用程序,自己去请求这个DB, 然后,再把这个,数据更新回来,然后,第二种的情况,就是,让这个,缓存去做这个事情, 就,服务端,它不做这一部分的事情,然后,写的话,也是同样的原理,就是说, 服务端这边,出现更新的话,它只更新这个,缓存,开始的这个部分, 它不会去,更新那个Mashcode,这个DB的部分,所以,简单来说, 就是,从服务端那边看起来,它只操作一个组件, 就是,只操作一层,而不是,像第一种操作两层, 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 呃,right behind开始,这个时候,也不适用于,这个, 这个,这个情况,就是,它适用于,操作系统的里面的一些情况, 它,总的一个思想的话,就是说,呃,服务端这边, 它,更新这个,开始层的话, 它,并不是每次都去,把开始层的数据,都刷到,这个DB里面, 而是,呃,比如说到批量的一个,到一定的一个级别以后, 呃,buff到一,一段时间以后,一起去刷新到这个DB, 然后这个,明显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呃, 呃,在这个buff的过程中,如果开始失效了以后, 然后这个DB里面的,就这一段时间的数据,从DB就找不到, 就,就会失效,当然,这里面都会,就是,系统里面会, 设计会有取舍,但是,大家常见的话,一般都是第一种, 就是,常规的这种,请问应用程序去操纵, 这两个组件都会去操纵,然后,呃,更新缓存的话, 就是会遇到几个问题,呃,第一个是,呃,缓存穿透的问题, 缓存穿透的话,比如刚才说的一个, 请求不命众的问题,请求不命众,如果,呃, 每一次有大量的请求,都去请求同样的一个值的话, 然后,这个值,在那个缓存里面都没有的话, 还没有更新回来的话,然后,缓存不命众的情况多了, 就叫缓存穿透,然后这个时候,会有几种解决方法, 第一种的话,会,呃,比较复杂一点,叫,用不容过滤器的方法, 简单来说,就是,不容过滤器,就是用一个bitmap, 就是一个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呃, 哈希,哈希表,然后,每一次一个数据过来的话, 如果,呃,存在的话, 它会在哈希表里面,就是相应的位置, 用一个哈希算法,然后在相应的位置会写一个1, 然后,大家可以理解,就二斤字里面,原先全部都是0, 然后,有一个过来以后,经过一系列的哈希函数以后, 它会把,呃,自己的,所在的位,所在的位都制成1, 然后,在这样的数据,就是,在很大的这个哈希表里面, 有很多个位都已经变成1了以后, 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请求的话, 它会去,经过这样的一个哈希按数运算了以后, 发现,它所在的那些位,有一个不是1的话, 那说明这个数肯定是不存在,不存在的话, 就不需要往,呃,后端去查了, 这个是,把那个请求,隔离在那个开始这一块的, 用缓存过滤器,而不容过滤器这个, 这种解决方案,然后,另一种的话, 很简单,就是,你查开始的时候, 你会去查,查不到以后,去查那个DB, 然后,查DB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数据不存在, 然后,不存在的话,你也把这个空的结果进行一个缓存, 然后,缓存的时候,呃,又第二次去查的时候, 发现这个是一个空的结果, 它就不用后查了,然后, 第二种的一个缓存的话,是叫缓存雪崩, 缓存雪崩的话,简单理解的话, 就比如说,你的缓存失效了, 时间是一致的,比如说,某一个时间点的话, 你的操作错误,或者说, 整个开取层挂掉的话,那所有的请求都会达到DB, 然后这个时候,就导致所谓缓存雪崩的一个情况, 缓存雪崩的解决方法的话, 就是,事前的话,肯定要做好一个缓存的一个可用性, 高可用的一个集群, 然后失踪的话,假如说发生了缓存雪崩, 要怎么做呢? 就一般的话,就是, 把那个本地的缓存, 这个是家网里面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我这边可能这些组件不是很熟悉, 它的一个思想,很简单, 就是把那个本地里面的一些, 原先持久化的东西, 把它再加载到那个开始层里面去, 然后,通过一些组件, 进行一个限流降级的一个作用, 就是降低, 它的思想就是要降低后端的那个DB的一个负载, 然后事后的话, 就是把那个Redis这样的一个持久化的一些东西, 把它恢复到那个缓存机群, 然后另一种的话是缓存机穿, 缓存机穿的话, 其实这个情况就是, 跟那个, 它是缓存雪崩的一种特例吧, 就是说, 假如说你去查一条数据的时候, 反省不存在, 然后这个时候, 假如说它的并发量特别大的话, 每一个县程都去查同样的一个数据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买尸口的一个, 就是跟第一种缓存机穿有点像吧, 就是缓存机穿是都没有结果, 有点浪费, 但最后一种穿透是, 或DB没有结果, 不需要再去查了, 就是浪费DB的一个性能, 然后缓存机穿的话, 就同一个结果了, 有很多个县程去查的话, 也会造成一个DB的一个压力, 这个时候就是去发现同样的一个请求的话, 只要把第一条去请求, 然后用一个固制锁这样的一个机制, 后面你就不需要去请求, 只要等待结果就可以了, 然后缓存, 缓存其实相关的话, 互联网相关, 就缓存相关的话, 其实还有很多, 就是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展开了, 就是比如说, 像Ready是这样的一个缓存程的话, 它有持久化的问题, 然后其他话以后怎么样恢复回来也有问题, 然后比如说刚才说那个后端的缓存, 其实缓存管理的缓存的话, 比如说浏览器这边其实有做了很多缓存, 就还有秒杀的场景, 其实秒杀场景的一个设计的话, 它的思想就是一层一层的缓存, 不管从前端也好, 或者后端也好, 就是中间要隔每一层缓存, 比如说你前面有多少亿级的一个点击量的话, 然后你在前端要做一层过滤, 做一层校验, 然后一层一层把流量给减少, 然后中间要设计很多个缓存层, 然后提前把那个数据加载到缓存, 就是一个缓存预乐的一个问题, 然后主要我今天就讲这些嘛, 就是缓存相关的一些话, 好, 我待会刚才有一个先更新Redis, 然后再更新MySQL的这个缓存机制, 是比先更新MySQL的再更新Redis, 这种机制要差的, 然后待会我梳理一下发取力嘛, OK, 谢谢第二组的一个分享,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那咱们这个缓存技术分享, 跟这个CSPP里面的, 我分享就到这里, 是怎么样去对应得上了, 就是这个缓存技术跟我们阅读这本书,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你们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话题, 这个的话, 其实讲那个存储器的时候, 就是我们到这一层的话, 发现存储器其实有很多的层级, 就是一层一层它去做这个存储的一个筛选的话, 发现中间其实也是一个类似于缓存的, 一个情况嘛, 然后我们当时内部讨论了一下, 就觉得对缓存有一些比较有兴趣, 然后在应用里面, 就是平时开发中也结合的比较紧, 所以就选了这个, OK, 谢谢。